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资历运动联盟世界大师赛是今年刚刚举办的一个比赛 今年是在恒水举办 参加的是世界锦标赛前12名的棋手 包括我们中国的几位棋手就是要参加世界锦标赛前几名 所以每年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锦标赛就只有两个人 这次大师赛也是一个精英赛的模式 不像以往的我们的世界之军会那样 就是说人的规模比较多 今年我们的象棋项目是有来自15个国家跟地区的一些棋手们 一共20多位 然后分男子组女子组 男子组是由王天一跟郑维彤两位 中国的棋手参赛 当时也是王天一跟中国澳门的曹元磊两位进入了决赛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盘棋也就是他们决赛的快棋 加赛快棋的非胜负的一盘精彩的一局 尤其也是郑维彤也是因为小分的一点落差 很可惜就是没有进到决赛 说到刚才决赛 就是曹燕磊在小组赛当中应该说发挥也非常出色 并且凭借着小分的优势挤掉了郑维彤 赛事规则是前两名的进入到决赛 我感觉你们女子不是这样吧 女子好像是大循环就结束了 我们女子是一个大循环的一个赛事 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棋手都是有一次交流的机会 这次衡水举办赛事也是非常好 也是衡水我们不只是教育好 衡水的湿地公园也是国家级的保护区 同时衡水这次也举办了体育赛事 也是掀起了一股衡水热 那么我们闲话小说 我们来看看这个精彩对局 双方是以中炮对平鸿马开局 当时这半期我也是非常的关注 在慢期阶段是王天一只先手是战合了 对 曹燕磊好像当时还少了两个兵 应该是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下来这个求和成功 对凭借着自己的顽强 这个获得了求和成功 现在驾赛快起呢 曹燕磊就是中炮直居咄咄逼人了 王天一是堂堂正正的平鸿马应对 在面对平鸿马的时候 这半期曹燕磊选择的兵七进一 走过和局 其实近期兵过和局是以往是很流行的一个期 但是这几年来也是 因为大家研究比较深入 所以说选择的比较少 这时候红方居二进六 黑方选择的是平炮对局 平炮对局 也是最流行的走法 是的 以往都是 马七进六 最近昨晚盘盒比较多 如果红方借许走马八进七的话 黑方可能居一进一 对居一进一 这个应该也是王天一比较喜爱的一种印法 是 他本次实战也是希望避开红方的熟套 并且这个指出的是马七进一居一进一 曹燕磊后手喜欢这么走 曹燕磊后手也会这么下 也喜欢马七进六居一进一下这种下 所以王天一走了平炮对局 看来都是家庭作业都走得很好 曹燕磊是居二平三 黑方炮酒推一 炮酒推一 应该说曹燕磊现在就是世界大赛上 中国国家队夺冠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了 其实曹燕磊也是我们中国队的一员 只不过他本身是代表中国澳门队 然后同时当然也有代表中国香港队的一些起手 所以我们这个国外这个国际赛事 不是说像我们骑友我们说的那样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或者说大陆或者内地的这个起手 能够稳获这个冠军 所以说我们也未来很可能 这个曹燕磊能获得这个世界大赛 也有可能是 并且曹燕磊曾经在好像前两年获过也是国际大赛的冠军 也是战胜了中国的就我们大陆的挺强的起手获得的冠军 战胜过郑维彤王定一都获得过 所以说在国际赛事上他也是发挥的很出色 对 那么这个起当时红方是马八景七正 马八景七 曹燕磊为什么刚才说唐大师现在说的 现在过河局也不多了 曹燕磊为什么在这么重大的比赛上还采用过河局的变化呢 正是因为过河局的变化非常的凶险 是 因为他做了家庭作业 希望布局就套住王定一 而且这个起我记得他跟王定一也下过很多盘 对 当时以前王定一还没有下过平炮对局 他下过飞七项的变化 对 所以这个起他也是有很多准备的 而黑方是十四进五 不是这部起呢 曹燕磊选用的是马七进六 如果这部起选择炮八平九的话 可能形成五九炮 黑方的拘一平二 红方拘九平八 黑方炮九平七 红方拘三平四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五九炮的起 这就将形成经典的五九炮的一个变力 对 这个五九炮呢 也是对公司非常的复杂 但这个起呢 我估计在王定一的准备之中 是吧 因为这非常复杂的变化 肯定是王定一准备 对 而曹燕磊呢 这一盘是选择的一个 按说是有点和谱的味道的起谱 是吧 马七进六 比较稳健的一路走 对 因为我们以往 比如说后手 伸手方啊 想要求稳的话 一般都会 走跳个合口马 对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摆一个变化 就是黑方 炮九平七 红方拘三平四 黑方拘八进五 红方呢 炮八进二 黑方可能这时候 三三进五 对 红方我们也给大家讲一下 炮八进二什么意思呢 他记护马 接下来呢 他还附有马六进五 踏中足的起 你要鞠八平三 吃过来的话 我就泡八平九 先手打鞠 这有丢子的危险 我在马五进七 是吧 是有这样的思路 那这个时候呢 黑方也可以非常老练的 走向三进五 这不怕 你如果再踩的话 我又一吃 你要泡八平九 我只要鞠一平三 鞠一平三 既躲鞠又看住了马 是 这样的话 黑方应该说也是可战的 对 所以红方 面对飞向 红方呢 有可能会选择炮五平六 对 这样呢 就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局面 接下来黑方呢 可能再走足三进一 对 就是一个对峙的一个局面 对 我们可以继续摆一下 对 可以继续摆一摆 为什么说 有些走平稳 为什么这么走 再给大家摆 足三进一的话 红方呢 这个也是非常巧的 再走冰三进一 这可能不能吃兵啊 对 吃会怎么样呢 我们摆一下吃 红方可能会向七进五 嗯 啊 局七进一 正好有个打死局 炮八退一 打死局 嗯 所以正好不能吃兵 嗯 但他只能 那只能 聚八退一 聚八退一 嗯 这时候呢 红方再走兵七进一 吃过去 对 黑方呢 向五进三 向五进三飞掉 嗯 红方再走炮八平七 打局 打局的同时呢 想亮出左局啊 打马 打马 想亮出左局 那这个马一般都是 马三进四 这骑很巧啊 就是有个弃马的动作 对 弃马非常巧啊 嗯 如果红方打掉的话呢 黑方可以逐七进一 嗯 我们看啊 这个虽然是弃了一个子 但是接下来 鞠八平四 马上吃着炮啊 对 你如果炮躲到这些地方 他可以鞠八平四 这样也 还是得躲回来啊 嗯 但这个地方呢 红方可以走炮六进三 对 红方有一个求稳的变化 就是炮六进三 嗯 平这也不行 平这换了这个 对 马也丢了 对 他只能换 他有一个进三的一个巧招 对 这样的你吃掉 吃掉 他就炮七平三 嗯 这样的话 接下来呢 你要鞠八平七挡住的话 我可以向七进五 对 那就是走到这个局面 就是双方这个子力相当 非常的平稳 嗯 那就是所谓的 我们说为什么红方走那个 和空马是很稳健的一个气 对 就是说如果红方不想去拼命求胜的话 对 有这么一变可以稳中求和的一个走法 对 所以说呃 这也是我们专业骑手经常说的说 哎 这个和空马很稳啊 这个对 但是这今天这盘棋 这个曹元磊特意走个和空马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在我们淘汰赛 就是和老和下去肯定得有一个输的 这个时候你还是走马七进六 那王天忆不仅就在思考了啊 当然王天忆这里打局 这两步是走了的啊 对 也是这么走 就是说红方这时候肯定不会上来跟你求和了 对 他肯定在这个便利中有一些小的飞刀 有飞刀啊什么的啊 王天忆就在这么思考 如果我是王天忆下棋 我可能也是这么想 而他在淘汰赛必须输掉一个的 如果是平时的比赛 有可能他这么走是准备备和谱 也有可能啊 对 那有可能也接受 而淘汰赛他肯定有什么新刀在里边吧 是的 所以呢 王天忆啊 在这个时候就率先变招了 对 就是这个局面下 本来就是刚才我们给企友们摆的 就是黑方肯定向山俊龙补守相 对 是 其实 其实走到这个局面 我以前看过曹云磊 曹大师下过这个企业 当时他走过一个炮五瓶四的一个小飞刀 炮五瓶四 对 炮五瓶 好像是对郑维同下的 对 他跟那个我们的另一位企业 郑维同特大下过一盘 炮五瓶四 当时呢也是取得了一个稍优的一个局面 炮五瓶四 也挺厉害 他接下来可能会有G四金二是吧 对 以后有G四金二捉 你如果炮二推一 我就随着打底试的一个手段 就有一些弃子的 而且有马六金五灯的一个旗 所以当时呢 我想他 但是除了炮五瓶四一八 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什么G九金一啊 G九金二啊 是 当然还有人炮五瓶七之类的 我们具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是的 但是这个棋肯定是曹严磊是研究的很深刻 很深的棋 他这个对这个棋也算是研究有素啊 所以说当时王特大呢 就是先避开他的准备了 对 他就没有先飞向 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先避开对方的家庭作业 布局阶段就斗智斗勇了 对 他走了一个G八金三 避开了他这个先手 以往我印象中记得这个棋 有一个小战术是走G九金二 就是老谷 有G九金二 对 是的 因为你G八金三不就是为了G八平二 或者G八平七吗 对 现在G八平七我可以马三退五 我不担心 对 G八平二的话 我们可以给企友们摆一个 有一个非常妙的手 他这有一个 炮五平八 炮五平八这一个打G 对 G肯定不能躲 躲这个炮丢了 是 你G如果吃掉的话 他正好炮八平九 是吧 这个你两个G肯定得丢一个了 是的 所以说 红方G九金二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骗招 对 是的 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学期 好像看过这个 是 这个我估计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 我们有一些爱好者可能经常会犯这种错误 对 因为看到G八平非常好 你要炮多了 我G一平二出来 过后你这个是个死炮 对 所以说正好有一个小的一个巧招 对 当然这种现金我过去王特达肯定是知道的 对对 所以说当时 那个 那个红方也没这么选择 对 是 他走了一个马 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 退这个马 退这个马 像类似的局面 退马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他过一会儿可以马五进七 跳到这里 这么迂回进攻 是吧 因为在这里好像很笨 因为被他的组给自主 而且也是防范了 黑方这个七路线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手段 对 是的 那这个退马 当时黑方是 选择了向三进五 也是补了一手向 现在呢 补向这些手段肯定是必须走的 因为要过后还准备晾狙了 是吧 是 这手红方是炮八退三 打狙 是吧 对 他推炮打狙 对 推炮打狙 我记得之前啊 我在此局面下 我也下过 我好像跟原来其他的一些特级大师下过 他们还下过炮五平六的 不让我拘处了 对 直接就是拆东炮 当时我记得 我这样我就马七进八反击了 这样跳外马 对 马七进八反击也挺厉害的 这也是一个纠缠的局面 对 是 那居四平三的话 他可以炮二推一 对 是的 是 那这个棋黑方是 我们方是选择了 这盘是选择了炮八退三 打狙 对 打狙 那么黑方 退狙 捉马 捉马 而红帮是马五进七 嗯 再跳上 黑方也又走了一个巧招 对 走了一个炮二进三 炮二进三 应该说强行把他的合口马给换掉 对 应该是非常好的手段 是 那具体这个红帮是怎么应对的呢 奇迷朋友们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好 奇迷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王天一之后迎战 曹延磊的精彩队局 好 那这时候 红方是怎么应对的呢 面对黑方 炮打麻呢 红方的第一感觉啊 可能会走马七进八 对 马七进八的话 黑方可以G八平四 对 吃掉 这样的思路 接下来 红方要是走G四进二 吃炮的话 对 黑方这个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走G四平三 就是一个大交换 我就直接吃了 嗯 嗯 我不走炮七平九 炮七平九 是不是马八进七 还挺厉害的 过后是不是有 灯向的一些手段 那那不好 G四推二 你就正好过足了 过冰 对 可能还不太好 但是呢 他这时候正好可以G四平三 我们看 我们要G四平三 吃炮的话 他正好吃马 接下来呢 他还吃着炮 对 那这个棋 那就是一个简化 军事的局面 对 军事的局面 甚至黑方还多足了 对 正好黑方多个三足 对 所以红方呢 这么下呢 肯定没便宜了 红方并没有这么选择 对 而这个时候 如果红方要是选择 马六进七的变化 我是不是记得 王天一 以前跟那个 有一位大师孙浩宇 是不是下过这个局面 对对 好像下过这个局面 当时王特达 好像是走炮啊 推四再回去吧 对 他就回来 先手一打再回去 有些棋友不定会问 那我是不是部署亏了吗 但是不是 这个时候啊 他有G八平三 吃冰的先手了 对 而且也是提前回来 防范了红方这个 G四进二的棋 对 以后呢 在足七进一 马四进八有这些的路 对 是的 那当时是 当时是这么选择 也是个复杂的局面 平时王天一 好像是获胜了 所以面对这个 王天一再度选择 这样的局面 我估计啊 曹燕磊就有一些 心理准备了 对吧 曹燕磊这个时候 就出了一部 又非常好的棋 冰武进一 感觉像是此局面下的一个飞刀 对 此局面是飞刀 这个通过拱冰呢 拦住了黑方 这个一些进攻的思路 对啊 这期正好你 是不是G八平五吃足的话 很危险 对啊 你吃足的话 我过的话 有可能再马六进七 那就非常厉害了 接下来我甚至有可能 过的话迅速的 给你中路突破了 对 这个在泡八平五 对 然后这个有什么 一炮换两项 或一马换两项的棋 对 这个就是棋民朋友们 经常见到这个 这个破门的一些手段了 对 那但是我 我要是不吃冰 我这个 我这个炮如果躲开 我就白走了 那就白走了 对 那我只能进行一个交换 换 那么吃掉 对 这个也是很无奈 换完了以后 那再拒一拒二 这个出拒也是必然的 红方又比较巧 拒一九进一 这么保 对 保住呢 并且这样更灵活 炮过的话 我拼哪里都有可能 我可以炮他拼五 可以拼三 可以拼一 对 而下棋呢 经常啊 一些高手会让自己的主动权更大 我有些棋可以不定位的 先不定位 过的话 四机而动 对 就是说 那黑方这时候 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对 很关键 应该说 面对着曹燕磊 兵武竞益的新招啊 在快棋赛当中 王天仪肯定也是陌生的局面 他这步棋 可能方向性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吧 对 他是选择了炮七拼九 炮七拼九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走马七进八 更好 是吧 跳马 其实也是一个反击啊 以后可以把兵打出去 对 通过炮打兵 这么进行反击 这也是个思路 不过这个棋 敢不敢吃中兵啊 吃中兵的话 他要 马六进棋呢 马六进棋 敢不敢再吃个饼 再吃个饼啊 唐大师提的这个 也非常好 万一我和什么 G3进3 还可以吃你的泡 那这样的话 我 G4进2 G4进2是什么变化呢 对 好像G4进2 G4进2 那我吃马的话 你先打一浆 打一浆 先打一浆 对 对 好像也 打一浆以后 还可以泡八瓶六 对 泡八瓶六 不着急吃我的 对 我具酒精一 这么再上来 对 好像也不行 这个太贪了 这个吃了冰 但是速度太慢了 这个大家也可以 时间关系又不细摆了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棋 但是他实战 是走了一个炮七瓶酒 他炮七瓶酒 希望边路反击 再走炮酒精三 这么进行反击 对 但是是不是像 蒋大师 你说的这个炮七瓶酒 这不是本局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对 一个一问手 不太好 对 这样曹燕磊呢 也是不管不顾 双方开始激烈的对攻了 双方都是不怕对方 马六进七 他足了 是吧 王天一炮九进四 炮九进五 打出来 双方都是顺途逼争 拘四进二 拘四进二 逼着你向五退三 不向我对方 我马七进五踩进去更接受不了 这个时候呢 曹大师是走了炮八平三 是吧 这部平炮真的是很精妙的一个棋 对 又针对黑方的七路线 而且也是暗含着保护了自己的三路向 对 是的 所以当时我看这棋的时候 觉得好像黑方很难应对 对 是 但是王天一 毕竟是王天一 他选择棋 是非常强势 哪怕输 他也要拼个你死我活 对 他就是索性放手一搏 放手一搏 走得也非常勇敢 炮九进三 尤其是 尤其你这也是快棋 所以说也是戴手难免 是 我估计炮九进三 是他炮七平九 炮九进五 炮九进三 都是 他已经准备这么反击了 对 尤其在快棋阶段 王天一下棋 我感觉他最优秀的一面 就是非常的果断 他选择一路变化了 就是 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哪怕我不行 我也认了 尤其在快棋阶段 他有时候有这种冲刑 对 是 这个可能也是 让他在悬崖搏斗上 比对方更有信心的 也获得更好成绩的一个因素吧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棋 还是说 整体上 红方的这个各个子 都有一些 暗含着一些 是 都到位了 都可以有攻势了 黑方好像就一拘一炮的 位置好一些 所以说 棋局还是 应该是曹燕磊 从局面来说 还是红方更有力 对 红方当时也是走了一个G9平六 还是非常的 这个老练 是处变不惊 一点都不怕 对 黑方是G8进4 再下去 他正好被人打出 打出来 但是如果他是先G2进4看上呢 G2进4看上 我感觉有可能比 打G8进4要好 是吧 G2进4看上一个战线可能 红方有可能还会点局 那这样再浸泡呢 再进G呢 是不是好多了 那他 他不像可以泡5平3 这么看 泡5平3 这么走 或者我 我马7进5来得及吗 这期 马7进5我们看看 这个吃相肯定是不行 吃相的话 我们马5进3 马5进7 你吃姜你抽不着 那边是绝杀 对 这边再怎么抽也抽不到东西 这个就是G退一姜 或者吃一姜都绝杀 那我们看看 打相会怎么样呢 打相 他可能能上将 上将 是吧 上将 那8G 8G的话 他是不是有个马5进3呢 哦 对 有马5进3 我们看看 8G 马5进7 马5进7 马5进7的话 我是不是吃掉 吃掉 正好G2退3 我们看看 两个都给大家看看 马5进7吃掉 是不是这样 吃过来 正好G2退3 是吧 能退回去了 那不行 那马5进3怎么样呢 马5进3的话 他可能是不是G2进4将了 哦 这样将 那我电鞠 你要吃掉 这样还是很厉害 还是很过来 你现在吃不了泡 吃泡我是个反抽 反抽将 那你是不是还得 哦 知识G4平6 知识G4平6是绝杀 嗯 那知这边是也是G4平6 也是G4平6绝杀 对 那马5进3更厉害 马5进3更厉害 等于说是一个减杀还杀的一个棋 对 看来这个防守是守不住了 对 就是说G2进4也比红方要慢一步 对 居在这里 这样的棋 面对着这个局面 曹彦来是看得非常清楚啊 这个坐下 所以红方当时也就 黑方没有防守了 对 没有防守 就8进4了 8进4 然后黑方 红方是G3 炮3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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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打着门弓 又护着自己的像 对 黑方向7进9 向7进9 对 这个时候呢 红方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走炮3进1 对 这个压住马 看似压住马 很好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走这个 黑方就有向9进7的妙手了 对 这么一飞 等于说这个棋 现在变成黑方主动了 对 黑方可能有反败为胜的可能了 是 这个王天英的下棋 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在劣势下 他走起也很快 对 就是反应很快 所以他经常有一些棋啊 就是我刚才说了 亏他也能反败为胜 就是因为他的反应快 并且随时有机关 对 但是这个棋 最终也是曹元磊发挥出色 他没有 他炮3进1 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是看得非常清楚 当时黑方是 我感觉这里压力很大 太无奈了 对 就这个点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他也不能走G2进6 是吧 G2进6的话 他是走了G2进6 他实战如果走G2进6的话 我看红方可能也是走G6进7 你要G2进7杀掉的话 他也是马7进5跳进来 那在吃炮来不及了 你要吃炮 我这时候马5进7 拿5进7 这时候眼看着这里没棋啊 你打掉他就补个式 没棋 这没有杀棋 而红方过后 G退江就绝杀了 G吃事啊 退江都是绝杀了 所以这个双G 这个叫二鬼拍门 二鬼拍门 对 这个也是我们 就经常能看到的这个棋 所以他当时也是看他这个 二路区太厉害了 对 他走了个G2进1 对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你开始防守 在对攻当中开始防守了 肯定是黑方局面快不行了 是 曹燕来走的也比较简单 就兵武军衝进去了 对 他冲中兵 大家看一下这个局面 就发现这个红方中路 又是特别厉害了 对 是的 你如果拱掉的话 红方的棋非常多 马7退5也可以呢 甚至G6进7也可以 对 都非常的厉害 你抓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 王天逸可能也是很无奈了 G2进1就看出 他已经是很被动 但是你现在不理他 他到时候冲7拼过去也行 他也不用超级管理 G平去捉马也行 这期主要红方能走的地方太多了 而黑方呢 他只有G炮 并且不称棋啊 是 所以当时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 他就是索性就进一个交换 进行了一个交换 打掉 这个一个患子 是 红方 我来 黑方吃掉 当时就这个局面下 我还在想 红方要不要激楼筋 而保住这个自己的足啊 是 这个棋 黑方也很难去防守 但是实战他走得更好 这步棋是非常好 应该说也体现出曹燕雷的基本功 非常扎实 就是如何在优势局面下 能够 划到盛世 对 能够更好的 更快捷的 对 像这个地方啊 如果在走冰5拼一 可能他有马7拼5啊 什么的跳上来 不好啊 还能防守一段啊 非常的巧 走了G6进6 对 G入险地啊 逼着你交换 你如果不换 我就吃马了 对 他只能 只能进行交换 然后G 4拼8 等于说现在换完自己以后 黑方这两个马太笨了 对 我还有G8拼7 去捉死马的手段呢 做4马 实战只能马上 马上退4 回去 回去的话 红方呢 比较简单了 B5进1再冲掉 黑方是4-6进1 红方这个时候呢 也很老练 走了G8退5 对 这时候又退机了 对 这个时候王天忆 好像实战是认输了 当时我还在想 马踩兵会怎么样呢 是吧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王天忆肯定是看清楚 接下来的变化了 对 所以并没有走 要是马7进5 踩掉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啊 马7进5踩掉 红方有可能会走马7推6 这样也是踩的 是 这个也是丢子了 对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摆一下 如果黑方降5平6的话 红方可以怎么进攻呢 其实红方如果吃掉的话 黑方可能还吃4退狙 还能防守是吧 这个时候红方可以狙8平4 那我那我会被马回来 马回来我就再马6进5 或者6进4 这样 我这样再一将 这是一个绝杀是吧 绝杀再吃过去 那我只能飞向 你飞向 那我马5进3一跳将 你一吃我这样吃过去 接下来狙4进1还是绝杀 对 还是个绝杀那不行 对 这个太巧了 这二马6进5 当然这些可能都是在王天一的计算范围之内了 作为一等一的高手 肯定这个肯定是看到了 是 所以说这一盘还是双方也是斗智斗勇 但是红帮这个技高一筹 对 红帮做家庭功课也做得更加充分 对 是 应该说 曹燕磊获得这样比赛的冠军 尤其从国家对手中 澳门 中国澳门从国家对手中抢得冠军 也是对我们向起一个普及的一个向着吧 以前大家都认为 一个有力的一个亮点 对 以前大家都认为国家对参赛肯定是冠军嘛 对 其实不然 现在未来包括我感觉随着加拿大陈鸿胜啊 他们都都会很厉害 对 不过冠军现在还是我们中国队的 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不管是曹燕磊还是王天一拿冠军 我们都很开心 我们最希望是向起能在世界上普及 当然最后冠军还是中国的 对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 对 不过这盘集也给我们提醒了一下 这个尤其在这种很稳健的布局下 有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变化 也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去学习 去探讨 好 亲朋们谢谢您收看本期三级世界栏目 我们今天到此结束 谢谢请我们的观看 再见 朋友们再见